我有今天一定要謝謝我奶奶 因為她真的很大 哎呦喂啊 差點就要18件了 郭鬼鬼披上道士袍 化身阿鬼師逛殭屍斬 聊起現有的成就 最要感謝的就是家人跟自己 就像我在台上都會說 我有今天一定要謝謝我奶奶 因為她真的很大 我是說那個家中的奶奶 她真的很偉大 很大 感謝奶奶之外還是要感謝郭奶奶 郭鬼鬼本人 對因為我是就是 可能是事件阿風波阿 或者是酸民的言語阿都會讓 本人其實非常的想要打退堂鼓 但是想了一想睡了一覺 還是再打回來 對就覺得好像努力到現在 不能退縮了 不然就對不起以前的努力了 對我覺得這跟所有 有經歷過被霸凌阿 或者是有被酸民霸凌過的公眾人物 跟一些網友們 對就跟大家說一下就覺得 自己心裡堅強很重要 對永遠不要在意別人怎麼看你 不要把別人的話看得比自己重 因為我覺得自己怎麼看自己才最重要的 因為畢竟自己才是最懂自己的人 好幾個地方 要跟大家說 尚心總教沒問題 不過 怕沒得難 知道嗎 我阿嬤跟我說的 打老婆的人 不是好人 不管再怎麼生氣 我們有嘴巴 我們用說的用吵的不要動手動腳的 知道嗎 這是我奶奶小時候告訴我一句話 他說會動手打人的人就是不知道怎麼溝通 所以我覺得任何男生只要 應該是說任何對象不管是男是女 因為現在其實被家暴的對象不限男也不限女 只要對方可能有對你有一點羞辱 或者是有可能出手這樣打 我覺得其實打不管大力小力 你都要就是真的正視這個問題 然後再加上如果言語對你很不客氣 那他基本上已經對你沒有尊重了 再加上我非常討厭就是會丟東西的人 就是會摔東西啊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那都是一些暴力的反射 對所以所有的就是朋友們 如果你們真的就是想要保護好自己的話 那就請重視身邊每一個人的反應 不管他是大是小 對就請你好好的保護自己 對因為他今天可能摔東西 明天可能欸動你一下動你一下 久而久之他就覺得那你是接受這件事情的 當你不接受的時候 那就勇敢的開口說不 拒絕對方接下來的任何動作 對我覺得捍衛自己保護自己是沒有錯的 一pton 達2 一些點 提供 超人 動不能 10 2 太兩 urgently